那么五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心静的心。 六四点 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就得先受苦受难。 六五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因此你用不着抛弃,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 万物皆为我所用,但非我所属。 六六点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 生命太过短暂,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亦每个人都当过梦想家,也都曾编织过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梦。 那些孩子对那好未来的最初向往。 虽然说,我们的人生都会开一次花,但不一定都会结果。 可追梦者坚持下来时,他们终于成功了。 两人生,只有你自己想努力,才能真正的努力。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用逼迫让你达到的目的。 它只能释出有你自己内心的意愿。 你才会真正的着手去调整,去完善,去提升,去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三生命太过短暂。 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四大多数人做事没有成功。 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做的破力,缺少奋力探索的勇气。 破力沉睡的人体内,一旦被唤醒,会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来。 你不要受自主繁离或禁闭的思想影响,而放弃追寻理想的货币。 无用不要羡慕那些生而富贵的人。 物质世界无穷尽。 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努力改善, 使生活充满希望,使生命每天向上。 不要求你有钱,但是要答应我。 明年,下个月,明天,都比现在多一点。 六级使行动导致错误,却也带来了学习与成长。 不行动则是停滞与萎缩。 心里门别说那些什么我对自己太狠了的鬼话, 那都是弱者的借口。 一路坎坎走过,也就长大了。 时间桥头,香花满尽。 亲爱的梦想家, 现在不对自己狠一点。 当少年等不了你的时候, 再狠也是徒劳无功。 那既然我们都是两只脚站在地面上, 那天空一样的蔚蓝, 阳光一样的温暖。 岁月如主, 谁不曾有过辉煌, 谁又不曾有过悲伤, 只是真正看明白了。 三,能够笑着面对生命的流淌。 九,你。